午安 上一次我们谈到大家都很努力回收 为什么循环力又没有增加呢 因为现在的经济模式还是在大量生产 刺激消费 每年还是用很多的材料制作更多的物品 尤其现在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都还在大量建设当中 联合国算过到2050年的时候 要为保全世界有100亿的人口 可是全球食物系统大约占了三分之一的碳排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就是优先选择健康有饱足感的食物 还有就是吃在地季节以及有机食物 那么在低收入国家科学家持续关注的是 如何消灭所有可以避免的食物浪费 举例来说印度虽然是全球最大粮食出口国之一 也有全球第二大耕地面积 可是当地有很大一部分的农产品 根本到不了消费者的手上 尤其是主要食物 树鼠 这是很容易腐败的作物 它在收获几天之后就很容易变质了 而马铃薯也是 如果没有适当的储藏的话 就很容易因为暖室气候条件而发芽 或者是变质导致失去食用的价值 因此改善储藏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关技术 就可以减少农产损耗以及浪费了 那么中收入国家呢 其实最难减少的就是制造业这一部分 还有重工业 像是钢铁石化水泥 这里头我们一般人也能做 就是尽可能减少浪费 比方说减少物质的需求 还有就是买需要的就好了 避免快时尚以及选择永续品的这种仿制品 那么在这个快速成长的国家呢 因为建筑跟居住服务 是不可以避免一定要用到使用原物料的 现在还是缺乏循环设计 但是呢已经盖出来的建筑物 特别受到关注 因为它是最大的碳排来源 耗用的大约全球三分之一的能源 因此能源效率越高越好 善用已经存在的建筑物 还有就是优先使用循环的建材 就可以减少废弃物 以及这个循环建材这些呢 都是解方 那么越来越多的循环利用的方法 都已经出现了 这些都是可以帮地球减压的 像是我们泡完咖啡之后 留下来的咖啡渣 现在研究出来 可以取代混泥土当中的部分沙子 它可以让混泥土的强度增加 将近30% 还有您知道吗 全球每一天要喝掉20亿杯的咖啡 那么这么一来呢 就会产生大约6000万吨的咖啡渣 而这些咖啡渣到了垃圾掩埋场的时候呢 它会释放出甲烷 这个是会让暖化效应提高的 而且它足足是二氧化碳的25倍 另外一个更常见的东西就是 软木塞 你知道吗 它是附碳的哦 而且回收的软木是可以被挤压 堆叠成软木片或者是木块 那么在杀菌之后重新再制作 就可以做成燃料来源 替生产锅炉发电同时提供动力 那么全世界最大的软木生产地在葡萄牙 这个地方特别是在南部 当地的土壤非常的平级 雨水也很少 夏季气温非常的高 可是当地它们利用的软木 结合了橄榄树 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态系统 因而保护了当地的土壤 甚至还保持了水分 防止沙漠化 而且当地的世界上的最宾围的动物 竟然也得到了保育 看到这里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简单做 而且都可以让地球更美好 每一天我们有三次机会 就可以改变世界 用吃的也可以做得到 下一次再跟您分享